朋友啊 送给我了一只养了15年的小乌龟 我正在学习啊 饲养当中 小乌龟 对不起哦 对不起小乌龟 吓坏了吧你 小乌龟我来了 小乌龟 好了 小乌龟吓着了 小乌龟 我们要洗澡了 每天啊 冲你拿着冲到土堆里拿出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个澡 洗个热水澡 伸头啊 小乌龟好像特别有耐心 他也不把头伸出来 因为我真的不太怕水 现在用水撩过他的头 看看小乌龟的脸吧 小乌龟 看 脖子伸得长哦 哇 脖子伸得好长啊 俩脚 两个后脚往前立 什么意思 不想在这里待了吗 又直起来了 聪明 变聪明了 不再臣吞厌了 洗个澡吧 想出来是吗 那我们就出来咯 小乌龟 小乌龟 看他怎么样 我饿了 马上大口就开吃了 洗个澡 开吃食物 我现在摸他也太脏了吃 看 已经不怕我了 哎呦 你在上面晃得这么怕 轻轻摸头没事 看摸头吃 那现在我发现了 每次一给他吃东西 他就是 不是要拉就是要尿 觉得挺好玩的 给他拍一下 看小乌龟要干坏事了啊 看他后边的尾巴一翘 他不是拉就是尿 我们给他拍一下 尾巴小爪子又伸长了 小乌龟的尾巴伸得长长的 尸爪 因为啊 我也是在学习 饲养小乌龟当中 现在发现他尾巴一伸起来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要拉了 他尿尿尾巴不伸这么高 一吃菜就拉尿了 给我们换个地方啊 尾巴长长的 那我给小乌龟放回窝里 他可能要回窝里拉尿了 回去吧 小乌龟是拉了 他是要拉爸爸 小乌龟拉完了 就给他洗了个澡 去继续吃东西 带好乌龟洗了个澡 回来接着吃 哎呀小乌龟又拉了 又拉了这么多 我的天呀 洗完澡之后又拉了 拉完之后还跑 又咬了 又咬了 我的天哪 好 我已经有塞料店了 不是拉就是尿 刚拉完还没得给清理 就看见他在撒尿了 然后就给小乌龟送回到他的笼子里 看一下小乌龟现在在干嘛 给他送回笼子里 他总是趴在一个角落里 哈喽 哈喽 坏的趴搭 哎呀坏的趴搭 看头子就伸着 平时在笼子里给他放一点水 和放一点食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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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